最近恒生指数它的走势就比较没有什么一个方向 就是在往下往下跑一个的波幅 但是就没有一个明显的是跌还是升的一个方向 而最近我觉得就是如果问我有多大的下跌空间 我看见从过去几次的情况来说 就是21,200多点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支持的能力 所以我想最近的一个明显的支持能力 支持绘制绘制就是在21,200点的那个水平 而我相信最近的市场会比较当静一点点 第一个原因就是要看 香港公报的一些公司的用力状况是如何 最主要要观望就是世界的经济放缓的情况 对于香港的公司的用力能力有多大的影响 而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最近对于A股来说 因为有于奥运的情况 所以我想A股的状况比较淡静一点点 而香港的股票会跟去美国哪边的走势影响比较大一点点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美国哪边还有没有什么银行还是金融机构 会有一个的倒闭的情况出现